《甄嬛传》 《甄嬛传》被活活打死 如《异传》中的盛平惨遭猫行后悬梁自尽 通过研究清朝后宫史料发现 清朝皇帝的后宫中确实存在一些争斗现象 不过没有电视剧中那样惨烈 本文要讲的这位妃子下场便很是凄惨 是被大火给烧死的 他就是道光帝后宫的铁贫妇茶室 道光帝明宁是嘉庆帝第二子 据相关记载 明宁从小就聪慧 生得很英俊 皮肤也非常好 受到了乾隆帝和嘉庆帝的一致喜爱 再加上明宁是孝殊瑞皇后所生的嫡长子 所以他从小就被视为大清皇位继承人的不二之选 早在嘉庆元年的时候 嘉庆帝便给儿子明宁选好了一位嫡夫进 他就是来自湘黄岐满洲不厌达赖的女儿纽护路氏 纽护路氏是红义公府厄臂龙的后裔 可以说是名门中的名门了 除此之外 嘉庆帝还给明宁选定了一位侧夫进 他就是傅茶室 及后来的田平 关于田平傅茶室的家世 由于史料的缺乏 我们已无从知晓 但提起傅茶室家族 最显赫的 无疑是康熙朝重臣米斯汉一支 这一支在康庸前时期出了不少名人 如大学士马齐 孝贤皇后 傅恒 傅康安等 现没有资料表明傅茶室田平 是不是米斯汉一支的后代 不过 从最初明宁第一侧福进的名门来看 傅茶室至少是家世良好的八级秀女出身 到光帝继位后 前底的妻妾们纷纷获得了册封 继福进同家世 被册立为皇后 孝慎城皇后 傅茶室被册封为田平 居于延谢宫 生下皇长子一伟的挥发那拉室 则被册封为和平 延谢宫是东六宫之一 因离仓真门比较近 所以一直不太安稳 尤其是这个地方人员来往比较频繁 很容易发 生不安全事故 比如说火灾 到光帝 将田平安排在延谢宫 证明这个女子不得皇帝的欢心和宠爱 事实果然如此 若公没几年 同样不得宠爱的和平徽发那拉室 官女子出身 还被晋升为和妃 而原是第一侧福进的田平未分 却没有发生任何变动 一直到道光二十五年的那次悲剧 道光二十五年 延谢宫发生大火 大火几乎将延谢宫的全部宫殿进入烧毁 而田平复查室 正是死于这一年的七月份 这说明田平的死因 极有可能与这场大火有关系 可能是被大火给烧死的 抑或是烧成重伤不致身亡 总之田平复查室的结局很是悲惨 纵观田平复查室一生 虽然出身不错 被嘉庆帝指为皇子的侧福记 后来又成为大清皇妃 但她却二十五年不得圣宠 一生未遇 最终又死于大火之中 真是一个可怜至极的女人呀 参考资料 青石稿 人宗十路 宣宗十路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决策辞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